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亚当夏娃在浮晓》 这本书的中文书名非常的含蓄 其实呢,英文原名啊,更为的直接了当 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黎明史的性关系 而黎明时分呢,在英语当中往往指代人类进化的蒙昧时期 副标题呢,则是明确的提出了本书的主题 现代性行为的史前起源 作者呢,并不是在谈论某个与亚当夏娃有关的宗教故事 而是在讨论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请在父母的陪同之下收听本期节目哟 男女在性活动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 用一个喜剧演员的话来说呢,就是 男人是消防员,时刻处于紧急状态 无论正在干什么,总是能够在两分钟内准备就绪 而女人呢,则像是火苗,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够燃烧起来 所以说,女性对于做爱并不着急 她们相对的低调内敛,羞涩矜持,需要慢慢的激发热情 这种观点呢,符合大多数人的印象 然而呢,本书作者却声称 这种描述从根本上完全是错误的,是对于人类天性的严重误解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这种误解,分析人类性行为的真相 亚当·夏娃在辅小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莱恩是一名心理学博士 畅销书作家,另一位作者卡西尔达·杰萨是精神科医师 共同的爱好促使他们合作完成了此书 那么刚一出版呢,就成为了两性进化领域的畅销书 这本书大胆剖析了一夫一妻制 从动物行为学研究,原始部落的性风俗 人类的生理学特征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还原了人类性行为的真相 为了弄清人类性行为的真相 作者首先花费大量篇幅,介绍了两性关系的标准叙事 所谓标准叙事,就是大多数研究人员认可的观点 其中包含许多零散的看法,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学术理论 总的来说呢,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标准叙事认为 当青春男女相遇时,会下意识地评估对方的交配价值 男性的评估标准呢,是要求女性年轻漂亮 健康真洁,有强大的生育潜力 而女性的评估标准则是 要求男方健康富有,或者具备富有的潜力 比如勤劳,聪明等等 还有未来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并为后代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 一旦他们彼此评估合格就会同意交配 或者说结为夫妻 从而形成稳定的配偶关系 但是呢,男女在婚姻期间往往又有寻求婚外情的冲动 有时呢,就会让这个稳定的婚姻关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稳定的配偶关系加上偶尔的外遇冲动 在标准叙事的理论体系当中被称为 人类性行为的混合策略 标准叙事是众多学者多年精心研究得出的结论 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并且呢,得到了媒体的广泛传播 同时也符合人们的日常观察 因而已经深入人心 然而呢,作者并不赞同标准叙事 他介绍标准叙事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树立一个靶子 然后呢,对他展开全力的攻击 为了否定标准叙事 作者不惜把许多极富盛名的学者都列为对手 比如创作了裸原的莫里斯 创作了白板的平克 创作了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 甚至是物中起源的作者达尔文 还有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等等 这一大群名人的学术观点 全部都被作者拿出来批了一顿 因为他们都是标准叙事的支持者 正是他们构建了标准叙事的主要内容 而在作者的眼里呢 这些内容全部都是错误的 在标准叙事的框架当中 做爱基本是等同于卖淫 是女性用排他的性服务 换取生活资源的行为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标准叙事并不能解释人类的天性 只是解释了人类的表面性行为 是从一万多年前开始 在农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假象 那么人类的天性到底是什么呢 作者开篇就指出 忘掉人类来自原的传说吧 我们并不是来自原 我们压根就是原 正因为如此 人类的所有行为 都可以运用动物行为学来研究和解释 长期以来 标准叙事正是这么做的 他们以黑猩猩作为人类的模板 并且通过研究黑猩猩 来理解人类的天性 把人类描绘为 与黑猩猩一样 残暴 阴暗 充满谋杀的欲望和征服的冲动 但是作者认为 标准叙事可能找错了对象 人类的性行为 其实更像窝黑猩猩 窝黑猩猩的体型 要比黑猩猩小一号 他们奉行 做爱不作战的原则 群体内部随意交配 几乎没有任何禁忌 交配频率比黑猩猩高出数倍 很多矛盾都是在交配过程当中 得到顺利解决的 所以动物学家德瓦尔才说 黑猩猩用权力解决交配问题 窝黑猩猩用交配解决权力问题 也就是说 窝黑猩猩实行典型的 多夫多妻制 如果说人类的性行为 更接近窝黑猩猩 就等于说 多夫多妻制 才是人类的天性 那正是作者坚持的观点 在农业兴起之前的 狩猎采集社会 并不存在固定的配偶关系 多数年轻人 都拥有多个性伴侣 也就是所谓的 多夫多妻制状态 或者直白点来说 就是混交 只是后来 受到了农业文明的压制 人类才开始 向一夫一妻制转变 但是在人类的内心深处 却仍然固守着 多夫多妻的生物学品质 那是他们不断偷情的根本动力 女性低调内敛的形象 其实是受到了男权压制的结果 是人为制造的神话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在婚姻当中 遭遇很多困境 因为一夫一妻制 并不符合人类的天性 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当然需要强大的证据支撑 作者到底列出了 哪些有利的证据呢 我归纳了一下 大概有六个证据 接下来一个一个的说 首先 作者从动物行为学入手 来寻找支持自己结论的实力 逻辑很简单 人类只是一种动物而已 如果说能够从动物界 找到一夫一妻制的代表 就表明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 有着坚实的动物行为学基础 而假如一夫一妻制 在动物界只是一种假象 就没有道理会在人类这里成为真相 有趣的是 作者确实找到了 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以前动物学家曾相信 动物界存在很多一夫一妻制动物 比如地企鹅 父母必须经常合作 结成稳定的夫妻关系 用坚强的意志 对抗恶劣的环境 在风雪中轮流孵蛋 另一方则是下海捕鱼 为后代提供必要的营养 以此保证后代的存活率 在很长时间内 地企鹅都被视为一夫一妻制的楷模 他们在风雪当中坚定前行的画面 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善男性女 但是这种理想的模型 已经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彻底崩溃了 细致的观察表明 地企鹅的夫妻关系最多维持一年 一旦小企鹅年满十一个月 可以独立生活时 地企鹅夫妻立即分道扬镳 甚至都不挥手说一下再见 这所谓的一夫一妻关系 只在这一年之内有效 而地企鹅的一生可以存活三十多年 至少这是要结成两打以上的夫妻关系 地企鹅甚至可能组成三角家庭 两只雄性轮流为一只雌企鹅复旦 原因只能是雌性与两只雄性都有一腿 不仅如此 雌企鹅甚至还会卖银 通过交配换取造窝的石块 这种行为必然导致婚外情啊 至此 地企鹅的人设已经彻底崩塌了 标准叙事的科学家们 再也不愿意提起那些黑白相见的小家伙 那如果说企鹅只是鸟类 与人类的关系相差甚远 因而不足为平的话 那么另一个典型就是草原田鼠 它们与人类同为哺乳动物 曾被奉为一夫一妻制的榜样 夫妻彼此厮守 共同捍卫自己的巢穴 抚养后代永不分离 一旦其中一只死亡 另一只就会守身如玉 孤老终生 不再嫁娶 但是当研究人员对草原田鼠 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细致观察之后 却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草原田鼠确实和配偶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 但是啊 只要一有机会 它们就会到处乱睡 一夫一妻制对于它们而言呢 似乎只是一个幌子 就像是人类的做法一样 既然只是幌子 自然就不必当真了 好 说罢了动物 我们再来看一看原始部落的表现 那是第二个重要的证据 现存的原始部落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它们的行为呢 更接近于人类的天性 观察结果呢 要比黑猩猩更为直观可靠 而现存的诸多原始部落呢 无论是在亚马逊丛林 还是在维内瑞拉的南美平原 甚至呢 远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海岛上 尽管它们远隔千里 或者被大洋分开 确实都有着近乎相同的生殖观念 相信孩子需要很多父亲 而不是一个父亲 他们认为怀孕的过程 其实是不同父亲的精子 慢慢积累的过程 女人性成熟之后 基本处于有一点怀孕的状态 只有得到更多的精子 胎儿才会更为健壮 在他们的眼里 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奶水同样重要 都是后代健康成长的前提 正是因为如此呢 女人会与很多的男人作爱 以此积攒足够多的精子 他们的孩子也不必担心成为杂种 相反 却会因此得到很多男人的关照 存活的几率 要比那些只认一个父亲的孩子更高 而男人之间呢 也不会醋意大发 却会因为拥有共同的孩子 而更加团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性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生殖 还有社交 这种想法呀 在现代文明社会看起来非常的可笑 但是不得不说 共享的性关系 可以强化团体凝聚力 从而有效应对 不确定性的挑战 1769年 库克船长到达塔西提岛时 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奇特的风俗 当地人可以在别人面前公开做爱 就像是彼此握手那样自然 而且呢 几乎不在乎对方是谁 许多船员呢 都是趁机上岸 释放了一下自己的激情 当地人对铁器非常的迷恋 所以说呢 船员们只需要一根铁钉 就可以换来一夜春梦 以至于离开这个岛屿的时候 船员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 因为挂吊床的钉子都被撬光了 这些原始部落的表现 才真正代表了人类的天性 文明社会的女性之所以压抑自己的性欲 完全是文化驱动的结果 而文化的力量呢 有时候无法完全压制生物的力量 所以人们才无法控制偷情的欲望 文明社会为了对付通奸 甚至不惜动用死刑加以惩罚 由此可见 一夫一妻制绝对不是人类天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 多夫多妻制才更符合人类的天性 也正是出于多夫多妻制的需要 人类才会像窝黑猩猩那样 进化出持续发情的形状 那是第三个重要的证据 许多动物呢 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才会发情 比如猫这一类小型动物 一般呢是在春天发情 人类呢 却是在所有季节都可以发情 这就是持续发情 持续发情是人类与窝黑猩猩 最奇特的共同点 其他灵长类动物呢 很少出现这样的特征 持续发情的直接结果 就是降低雄性竞争 因为大家都有充足的交配机会 不再需要彼此竞争 在雄性竞争降低的同时 雄性联盟的力量 也自然受到了削弱 大家都没有必要拉帮结派 互相为敌 而是在一起 其乐融融 享受人生 导致之后代的血缘关系 变得更加模糊 雄性不能确定 谁是自己的孩子 当然也不能确定 谁不是自己的孩子 最好的办法 是对孩子们 普遍关爱 后代存活率 反而是有所提高 由此可见 持续发情 直接导向多夫多妻子 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指向 一夫一妻子 逻辑非常简单 在一夫一妻子条件下 既然交配机会有限 持续发情 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反之亦然 既然具有持续发情能力 实行一夫一妻子 也就是一种浪费 持续发情 并不是唯一支持 多夫多妻子的 生物学证据 人类的许多生理学特征 都具有类似的功能 它们几乎组成了 一个完美的证据链 无一例外的 都指向多夫多妻子 比如作者看中的 第四个证据 男女之间的身高差异 这就是证据链当中的 重要一环 男女的身高差异 并非是人类独有的现象 而是动物界的普遍现象 并且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 叫做雌雄二态性 形态的态 性状的性 意思是成年动物的雄性和雌性 身高型号不一样 有的动物是雌性比雄性高大 而有的则是雄性比雌性高大 黑猩猩和窝黑猩猩都属于后者 人类也是同样的 男人的身体 往往比女性高出了10%至20% 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存在这种现象 而且持续时间长达200多万年 那么人类的男女身高差异又能说明什么呢 原来在哺乳动物当中 特别是在灵长类动物当中 雌雄两性的身高大小是个重要的标志 可以揭示竞争交配机会的激烈程度 如果交配机会少 雄性就必须发展强大的身体 好尽可能多的霸占交配资源 雄性个头越大 交配的机会也就越多 一幅多期的现象也就越严重 银背大猩猩就是典型的代表 雄性银背大猩猩几乎比雌性高大一倍 霸占了群体当中所有的雌性 交配机会自然是极度丰富 而那些交配机会比较多的动物呢 则没有必要展开激烈的竞争 雄性也就没有进化出超大的身体 导致雌雄两性的身体大小差不多 比如长臂猿 主要奉行一夫一妻制 雄性和雌性的身材几乎没有差异 交配活动也单调而乏味 而人类的男女身高差异 正好介于大猩猩与长臂猿之间 既不是太明显 也不至于毫无差异 说明人类交配竞争的激烈程度 也介于两者之间 机会不是太多 也不是太少 具体来说 人类既不是明确的一夫多妻制 也不是明确的一夫一妻制 而是和窝黑猩猩一样 介于两者之间 属于多夫多妻制 作者给出的第五个证据呢 我们来看一看 也是从生理学特征出发的 用精子战争理论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所谓精子战争 就是一个男人的精子 会与另一个男人的精子 发生战争 战争的场所 位于女人的身体深处 为了战胜对手 精子居然出现了 某种形式的分工 有的负责拦截 有的负责奔跑 他们的最终目标 就是超越对手 率先击中卵子 动物学家 首先在孔雀鱼体内 发现了精子战争现象 然后通过果蝇 进一步证实 最后发现 人类同样存在精子战争 那么精子战争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 精子才需要战争啊 当然是不同的精子 出现混合的情况下 这俗话说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精子同样是如此 问题是 为什么不同的精子 会在相同的地方 混合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多夫多妻制啊 如果说人类早就实行 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那么精子又找谁去战争呢 所以嘛 精子战争和男女身高差异 相辅相成 都是多夫多妻制 证据链上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 无声的证据 那么作者还找到了 一条有声的证据 那就是女性 做爱时发出的声音 这种强烈的呐喊声 科学家有一个 专门的名词 称作女性性交发声 这种现象呢 在很长时间内 都会令人类学家 困惑不已 为什么女性 在做爱的时候 要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呢 而且这种声音是 如此的独特 除了做爱的时候 会发出这种声音呢 其他时间根本 不会出现 当然也不会 与其他噪声混合 假如说 在一座人声喧哗的大楼里 只要有人发出了一点 叫床声 立即就会 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事实上呢 在很多情况下 响亮的叫喊声 都是一种危险的事情 那等于是在 召唤捕食者快来进食啊 所以说这种行为 必然有着独特的进化价值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 这是在对其他男性 发出通知 本质上是一种交配呼唤 等于是在邀请潜在的对象 赶快过来 方便展开一场激烈的 精子战争 这种观点虽然很奇特 却是在其他 灵长类动物那里 得到了证实 原来叫床 并不是人类女性的专利 而是灵长类动物的 普遍现象 以沸沸为例 它们交配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 会传递非常复杂的信息 足以让其他雄性立即向事发现场迅速靠拢 并且随时做好接龙游戏的准备工作 人类实行多夫多妻制的本性 即使是在现代文明社会 也仍然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成年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 只有结不成的婚 没有离不了的婚 这种文化设计事实上 已经为多夫多妻制留出了后门 也正是因为潜在的多夫多妻制冲动 人类的核心家庭观念 才会出现崩溃的危险 不断出现离婚和婚外情等种种丑闻 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社会危机 社会学家才会大声疾呼 保护家庭观念 并且能用法律和道德 捍卫传统的价值观 那其实是用文化 制造一夫一妻制习惯的延续 以上就是亚当夏娃 在福晓艺术当中提出的主要观点 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本书作者认为 一夫一妻制只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而非生物学进化的结果 从动物行为学上来说 很难找到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动物 从生理学特征上来说 人类独有的持续发情 男女身高差异 以及精子战争 都为多夫多妻制给足了证据 所以说多夫多妻制 才真正代表人类的天性 当然 这一切存在巨大的争论 虽然作者使用大量篇幅 论证自己的观点 但是呢 对证据的使用 其实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也就忽略了其中 许多不利的证据 比如在南美亚马逊丛林当中 有些容侯 就实行典型的一夫一妻制 另外呢 实行多夫多妻制的原始部落 都处于偏远地区 可以理解为是多夫多妻制 与一夫一妻社会 竞争失败的结果 何况 标准叙事 也并不是像作者介绍的那样刻板 主流人类学家早就承认 人类其实是假性一夫一妻制 说白了 就是一定程度上 承认多夫多妻制 但是呢 一夫一妻制 在多数社会都是主流形式 毕竟人类后代的成长时间 非常漫长 抚养成本非常高昂 这都对稳定的配偶制 提出了明确要求 并且呢 在社会进化过程当中 对多夫多妻制 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从这点意义上来说 我们有理由对作者的观点 持保留态度 或许 著名进化论学者 古尔德说的对 谁又能知道 二百万年前 人类的生活细节呢 虽然作者看待问题的视角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但是呢 仍然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审视人类行为的 独特视角